那麼以這五黨籍參選的這個黃珊珊 她今天是騎鐵馬在十二區來進行宣講 昨天呢 這個辯論會上面 她的造型備受討論 有部分的意見 就認為她的妝髮跟平常相比有落差 不過呢 黃珊珊她毫不在意 她說她不會開除化妝師 還說內涵比妝髮是更為重要 而這一番言論也獲得網友的好評 那麼在辯論的過程當中 黃珊珊她拋出的限電的問題 讓陳時中跟蔣萬安無法正面回應 有專家就認為 這個辯論會對黃珊珊的選情 是有加分的效果 而影響力可能會在一週後會發酵 對此黃珊珊她表示 會持續的爭取支持 不好的產品怎麼包裝都沒用 踏上單車勇往直前 武黨籍臺北市長候選人黃珊珊 一身變妝開啟台北的十二區旗型 輕鬆打扮和前一天辯論會上的正式妝容 很不一樣 內涵化妝師是我的朋友 然後我覺得我在乎的是內容不是妝容 我想什麼場合該做什麼事 這是我們重點是 妝容底下的內涵比較重要 雖然辯論造型引發熱議 但是黃珊珊毫不在乎認為該以內容取勝 一番言論反轉了原本被批評的裝髮造型 而黃珊珊把短數畫為場處的還有這項 我面臨限電的問題難道我們要用愛來發電嗎 你用一個假設的問題才來問我 確實在中央對於電力的一直都有做詳細的規劃 台北市應該站在配合的角度 中央的能源政策的確要通盤的來檢討 我想包括其實我們一直在推動的相關電動公車 其實我就實際的跟業者還有很多民眾的來交換意見 儘管能源電力被視為黃珊珊弱點 但是辯論會上拋出的顯電問題 卻讓藍綠對手無法正面回應 專家因此分析 辯論對黃珊珊選情具有加分的效果 大概一週之後就會發酵 那接下去就看後續的發展 我們會每一天都盡力來爭取人民的支持 產品不好怎麼包裝都沒有用 持續穩扎穩打的戰略步調 選戰最後倒數 黃珊珊堅持自我風格 全力衝刺 華日新聞陳真 王世凱 台北報導 黃珊珊特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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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